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7月5号星期三的重要新闻 南韩和美国今天试射了多枚短程弹道飞弹 以回应昨天北韩宣称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ICBM 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今天除了誓言要对美国展现勇气之外 也强调绝不会把核武计划放上谈判桌 中韩美军与南韩国防部飞弹部队 于韩国当地时间5号上午 在南韩东海岸实施联合军事演习 动用了美国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和南韩的玄武二型飞弹 展现紧急时刻精准打击敌军指挥部的能力 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 面对北韩严重的挑衅行为 不能只是透过声明谴责 而必须向北韩清楚地展示 南韩面对弹道飞弹攻击时的坚强反击能力 另一方面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天誓言将对美展现勇气 绝不把武器计划放上谈判桌 由于北韩试图精进能击中美国本土的核弹 这样的强硬态度也显示 北韩还会进行更多的飞弹试射 北韩是在昨天宣布 以成功试射能够在大气层外轨道飞行 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飞弹 而文在寅则是立刻指示国家安保市长郑怡荣 协调美韩共同针对飞弹进行射击训练 并且获得美方同意 联合国安理会也在美国要求之下 召开紧急会议因应 尽管专家普遍认为 北韩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发展出 可以装载洲际弹道飞弹上的核弹头 但北韩近年来 飞弹技术增长进度也的确超乎原先预期 联合国安理会也在美国要求之下 召开紧急会议因应 而与此同时 川普总统今天也批评中国大陆 表示中国与北韩的贸易激增 证明美国仰赖北京来约束平壤 根本靠不住 川普今天早上在推特推文表示 中国与北韩之间的贸易手机成长将近40% 对于正在和美国合作的中国来说算很多 但是美国仍然得继续尝试 此外 川普也在稍早一篇贴文提到 美国曾经签订了一些最差的贸易协议 并质疑为什么美国还要继续跟一些不提供协助的国家 继续维持有关协议 川普稍早曾经对于透过向中国施压 来制止北韩发展核武及试射导弹感到乐观 但随着北韩不断试射导弹 以及中国与北韩贸易持续增长 川普开始对北京感到失望 外界认为川普上星期宣布向台湾出售总值14亿美元均倍 又向与北韩有业务往来的中国丹东银行实施经济制裁 显示出美国对华蜜月期已经告终 而川普即将在7日出席在德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届时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双方的互动势并将引起各国关注 继续关心中国维权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相关消息 正在为刘晓波治疗肝癌的医院表示 将会邀请外国的权威专家前往中国会诊 但是官方则不愿回应是否会让刘晓波出国治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今天在官网公布 应刘晓波家属请求 并根据医疗小组专家意见 院方近日决定邀请来自美国和德国等国的国际最权威 肝癌治疗专家到中国大陆 与中方医疗小组一同会诊刘晓波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 他也是在网上看到相关消息没有治疗具体情况 建议提问的记者向有关部门询问 而对于中方是否会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 耿爽再次重申 中国是法治国家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并强调中国司法机关 依法保障服刑人物的各项权利 同时中国也希望其他国家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 继续是非航安全的相关新闻 土耳其航空公司与阿联酋航空公司宣布 已经获得了美国的许可 撤销禁止飞往美国航班的旅客 携带大型电子用品随身进入客舱的规定 土耳其交通部长今天宣布 这项对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禁令及日期取消 土耳其航空今天上午有伊斯坦堡飞往纽约的航班 就已经允许乘客随身携带笔记电脑 与平板电脑等大型电子产品 此外 阿联酋航空公司发言人也宣布 同样取得了美国撤销禁令的许可 并指出该公司按照美方要求 在扫描随身设备的X光和操音波检查方面 增加了精密的影像装置 美国是在今年3月实施禁令 规定从土耳其 中东及北非的多个国家 总共10个机场飞往美国的航班旅客 不得随身携带比手机大的电子产品 由于此举严重影响商务旅客打击的意愿 因此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 当时美国情报当局表示 由于他们得知伊斯兰国IS正全力制造 可藏于电子装置内的炸弹 因此才下达这项禁令 并要求相关机场与航空公司 按照美国要求加强安检措施 而在稍早 阿布达比的阿提哈德航空 已经率先获得美方撤销禁令 台湾消息方面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 广受争议的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 预算将以四年为期成 上限为新台币4200亿 并且对预算执行不利的首长 有究责的相关规定 立法院通过的前瞻基础建设项目 包括轨道建设 水环境建设 绿能建设 素位建设 城乡建设 因应少子花 友善预额空间建设 食品安全建设 以及人才培育 促进就业相关建设等八个项目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以四年为期成 预算上限为4200亿台币 大约为138亿美元 另外条文也明定 如果发现因公务人员违法失职 导致工程进度未达预定进度的80%的话 将调查陈储执行机关首长 及相关主管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原本意味规模高达8900亿台币 同时包括各地方 轨道交通建设等 是否有实际需求 都引发外界质疑 因此遭到强大反对声浪 以及在野党强力杯葛 而在立法院朝野多次写上之后 民进党政府同意将预算分两期编列 今天通过的第一期规模 缩减为四年4200亿 只但NBA金州勇士队今年夺得了总冠军之后 几元大将的合约与去留的问题 一直是各界特别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弯曲球迷特别关心 而随着去年加盟勇士队的主将 Kevin Durant同意大幅的减薪 勇士队明年将渴望维持 今年的夺冠黄金阵容 按照NBA的规定 Kevin Durant下个球季 有资格获得最高3460万元的薪资 但他在与球队协商之后 下个球季将自月减薪960万元 也就是只领2500万元的年薪 Kevin Durant的决定 让勇士队能够在符合NBA球队 薪资上限的规定之下 有空间为合约借满的两名重要地补球员 Andrea Akadela和Sean Levinstein加薪 这将有助于勇士队未免 从而创造更多的收入 对于Kevin Durant个人长远来说 也是有利的 至于另一名主力球员 Steven Curry为何没有减薪 反而以5年2亿100万元的 全联盟最高薪资续约 专家表示 Steven Curry上次签约时 因为有伤在身 所以4年只有4400万元 这次续约可说是补偿 Curry的实力和贡献 现在Kevin Durant 以年薪5300万元续约两年 让勇士能以3年4800万元 留下Akadela 并以3年2400万元 留下Levinstein 加上合约尚未届满的 Clay Thompson和Dramon Green 确保了勇士队 下个球技的未免阵容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